她从小幻想成为公主,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带她回到她的国家。 可是在最憧憬童话的时候,并没有人带她离开。 直到已经嫁人生子,人生过半,人们才经过考古发现她是流落民间的西兰公主。 带你走进流落民间的公主许世银鹅的故事。 许世银鹅,1975年生于福建泉州,是在闽南土生土长的姑娘。 许世银鹅小的时候,是和曾祖母一起生活的。 每天晚上睡觉前,曾祖母都会给她讲故事,但是讲的那些故事总是让小许世银鹅一头雾水。 曾祖母曾告诉许世银鹅,他们的家族是从很远的海上来的。 之后的她就开始憧憬着有人从海上来接她,回到属于公主的宫殿。 但是所有的幻想都只是泡影,直到她结婚生子都没有人来接她。 长大后的她,也便没有了公主梦。 她的幻想也不仅仅来源于曾祖母,还有自己的姓氏。 许世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姓,她也不是单姓,不仅仅是许世银鹅有着疑惑,周围的同学朋友也很好奇。 她也曾去问过父亲,但是却被父亲呵斥了一顿,只是告诉她这是两个姓,并且都是自己家族姓氏。 1991年,许世银鹅被告知作为长女,她将要留守泉州,但是父亲却要移居。 这一次父亲告诉了她原因。 父亲移居海外,是为了去继承家业,虽然这听起来挺玛丽苏的,但是事实就是如此。 而且,虽然她是公主,但是这个身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,她的祖训告诉她要保守这个秘密。 后来,许世银鹅到了代嫁的年龄,和许多姑娘一样嫁人生子,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。 后来,许世银鹅和自己的丈夫兢兢业业攒下来一些积蓄,便在泉州开了一家饭馆。 原以为自己会平平淡淡地过完此生,那个秘密不会有外人知晓。 但是没想到,考古学家的一次研究,将许世银鹅的身世大白于天下。 原来是泉州市海外交通室博物馆的一位名叫刘志成的工作人员,在一次郊外研究的时候, 发现了有一块石板屹立在一堆杂草中间,他感到有些好奇,便走进去看, 发现上面竟然写着释迦坑三个大字。 对泉州历史有着深厚了解的刘志成一下,便明白这是西兰王子的古墓。 原来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,曾途径西兰国并与该国有着不浅的交情。 在郑和待在西兰国的日子里,西兰国王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心持身亡, 还向效仿日本派使臣来我国交流学习。 西兰国王将此重任交给了西兰王子。 西兰王子势力巴交次诺便带领一众使臣跟随郑和来到我们国家。 就在西兰王子在我国游历学习的时候,西兰国发生了巨变。 西兰国王被自己的兄弟杀害篡位,消息传来中国的时候, 西兰王子正准备在泉州登船回国。 明朝皇帝深知帝王家的权谋,在得到消息的时候,便知道如果西兰王子回去将是凶多吉少。 所以便劝他留下,在泉州赐予他府邸仆人,并给他和泉州首富的女儿赐婚。 从此,西兰王子便将自己的姓氏改为丹姓氏,还在我国常居育有子嗣,死后便被安葬在清泉山上。 此时,大家肯定都很疑惑,为何许氏银额不姓氏,而是许氏。 这是因为,许氏银额的高祖母并没有孕育出男丁,为了保证氏家的血脉流传下去,便入坠了一位许姓男子。 自此之后,泉州的这一氏家分支便姓了许氏。 许氏银额出生于1975年,害怕因为身份的原因给全家族带来灾难,所以家里的长辈开始不再告诉后人家族的故事。 这也是为何许氏银额的父亲在离开前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原因。 世家坑被发现,许氏银额丝毫不见开心。 在闽南,祖先的坟墓被挖掘可是犯了大忌。 焦头烂额的许氏银额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一切对丈夫合盘拖出。 他想让丈夫去和海交馆交涉,把墓碑放还世家坑。 也许是害怕丈夫交涉失败或者被认为是骗子,他做了违背祖训的事。 将自己的身份告知了海交馆。 他将自家族谱作为证据提供给了海交馆领导,和县治理的内容完全一致。 知道这个消息后,邻里都惊呆了。 相处这些年都不曾知道自己竟然和公主住在同一条街上。 其实,许氏银额身上有一处很明显的标记,就是他的耳朵。 西兰王子的后人一出生,耳朵上就会有一个小孔,只是大家都不曾仔细查看过。 2002年,斯里兰卡政府知道了这个流落在外的公主,先后多次派工作人员和考古学家来到泉州求证, 确定许氏银额是皇家正统后,便盛情邀请他回家看看。 许氏银额想起了曾祖母曾经夜夜思念,也想去看看自己的祖先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。 许氏银额到达斯里兰卡后,大家对于这位公主十分的上心, 游览了可以见证西兰王国曾经辉煌的地方和物件。 国民们也非常尊敬这位公主,热情地欢迎她。 2003年9月,许氏银额在回国后,便觉得自己应该为自己的祖先西兰王子做些事情。 他再次违背了祖训,将家谱复印交给考古研究人员,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召回是家族人,一起朝拜他们的祖先。 2010年7月18日,许氏银额应邀参加上海世博会,斯里兰卡国家管日活动。 活动上,斯里兰卡总理表示想将许氏银额接回斯里兰卡生活。 虽然西兰王国已经废除了帝制,也更改了国民, 但是对于斯里兰卡的群众们来说,都想公主回国,享受公主应有的生活。 虽然自己也曾幻想过公主的生活,但是她很满足现在的生活。 虽然祖上是西兰王室,但是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活,她已经扎根在了中国。 而且,不论是生活习惯还是语言,她都没有办法再去重新适应了。 如果没有被考古队发现释迦坑,她可能就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 已经体验过公主应该有的生活,她不再遗憾了。 爸爸知道了这一系列的事,非但没有怪她,还要接她去中国香港定居。 自己不是没有想过去找父亲和弟弟,一家团聚。 可是自己的根在这儿,祖先的墓,逢年过节还需要人清扫, 她选择放弃移居大城市的机会,坚守自己的使命。 在她看来,不论是公主还是平凡人,其实都是一样在生活。 许氏银额现在是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使者, 在研讨会上曾提出将斯里兰卡作为沿线国家, 打开南亚市场,促进两国友好。 身份公开的她,肩上的使命更加地重。 她不仅仅是西兰公主还是中国公民, 她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两国更好的发展。 默默地付出,在知道自己身世之后也没有什么架子, 生活中的她也依旧是大家所认识的那样。 看完西兰公主许氏银额的故事, 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呢? 如果你一夜成为了公主, 你能否像她一样懂得舍弃呢? 你会选择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使者吗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 你们ayun判 trial, 李文贵овор丰击不会揉述现在。 所以我才能知道相信, 感谢观看